大家好,我是蒲鱼,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趋势 今天的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渡风后院失火,广东南篮痛失,两米一三,天才中风 CB中冠,在天赌,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本赛季CB常规赛可以说是 为美冠军广东宏远还是表现不俗的 目前威猎联盟的第二位仅仅落后 辽宁南篮两个胜场的一个差距 对于常规赛来说,广东宏远肯定是以锻炼新人为主 真正到了几户赛才是广东宏远展示真正实力的一个时刻 特别是广东宏远最近也传来了好消息 就是球队的核心球员一剑联将在第三阶的比赛中可以出展比赛 目前的这个一剑联已经从美国返回了国内进行自己的康复训练 相信不久之后就可以抵达逐渐参加第三阶的一个比赛 这对于广东宏远为宁北赛季的一个冠军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近日也传出来了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广东宏远肚峰的后院期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具有广东第一高中生之称的16岁小将刘硕任加盟了北京北大拿来的一个消息 对于刘硕任这个小将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们来分析一下 身高达到2米13 臂展竟然达到2米25 可以说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 特别是在之前耐高广东联赛的比赛中 这个刘硕任代表的光明高中击败了深圳20 是未免了广东赛区的内阁联赛的一个冠军 同时呢这个刘硕任还入选了2002年度 国内最有潜质的优秀球员 不得不说这个刘硕任身体素质非常的出动 而且呢竞技状态打球风格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有专业人士也指出 他的打球风格与一剑联以及新疆广会的周期非常的相似 是中国南篮的未来之星 此次刘硕任加盟了北大拿来 对于广东宏远球队的总经理朱芳宇来说 无疑是痛失了一名优秀的一个人才 特别是最近几个赛季广东宏远的内线一直是软肋 而拥有2米13身高的潜力小将刘硕任 选择加盟北大拿来对于广东南球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最近几个赛季广东南篮一直在内线寻找意见联的一个接班人 特别是在目前球队中仅有苏伟和曾凡日这两名可用的内线球员 这对于广东南篮本赛季以及未来几个赛季争夺联赛的冠军 可以说是又增加了一个阻力 当然吧对于优秀的人才人各有志 对于刘硕任加盟北大拿来我们也要送出祝福 也希望在未来CBE赛场上或者是在CEOBE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 而广东南篮只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在进行补强 球队仍有实力争夺北赛季的高冠军 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 不禁之处欢迎评论证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转发评论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